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Altman! 今天這一集呢!我們要做的事情稍微會有一點多喔! 不過沒關係!老頭盡量把它一一的完成! 再來呢!就是如果喜歡這個系列以及喜歡我的頻道以及喜歡我的風格的話呢!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按下你的喜歡!以及你的訂閱還有留言! 感謝各位今天長久以來!不是今天!每天!長久以來的支持! 以愛護!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愛我!呵呵!可是我不愛你們!沒有啦!我也愛你們! 我愛你們的新台幣!不是啦!越描越黑!沒有啦!開玩笑的! 好啦!總而言之呢!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上一集呢!我們說這個! 要幫我們的三角龍取名字對不對!這個!講到取名字其實!蠻怕的! 為什麼蠻怕的呢!有在關注我頻道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在怕什麼! 這我就不多說啦!自己去找!這個三角龍我稍微看了一下!真的大家非常的踴躍啊! 那我覺得就是!你也知道嘛!呃!該怎麼講!名字可以取很多個!但是三角龍只有一個! 所以說呢!我們必須!捨去掉一些!呃!名字!沒有被選到的人!非常的抱歉!沒有關係!下一次還有機會!但是呢!這次老頭呢! 這個想法比較多變一點喔!想要把這隻三角龍的名字呢!用組合的方式取起來! 喔!有沒有帥!護城! 為什麼不能打那個護城! 有沒有! 欸!那個笑是不是打錯啦!其實那個笑應該也是可以吧! 還是我們再稍微改一下好了! 哇!我現在要重打欸!算了!就這樣子好不好! 奧米加!咆哮的!燕角護城龍!有沒有很帥啊! 喔!你看!開了背後! 奧米加咆哮的!燕角護城龍!轉過去! 哇!哪有這麼可愛! 啊!你給我撒! 老頭昨天!在家裡!慢慢的尻! 基本上這一隻!除了霸王龍!或者是雷龍級別的! 其他生物他全部都可以尻了死! 欸!我說真的!攻擊力真的很高! 最高達100多! 有哪一種生物!應該說有哪一種小型生物! 或者是中型生物!可以承受! 呃!60到100多的傷害! 應該是很少!所以說其實那隻已經很強了! 所以就叫護城龍!其實也是實至名歸! 好不好!這樣講! 那我們現在來給各位看一下老頭蓋的小屋! 有沒有發覺老頭都沒有進去! 我們現在進來看一下! 有沒有!稍微把東西挪一挪! 搬一搬!放一放! 好啦!其實也沒有多華麗啦! 只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周遭! 看了應該舒服多了吧! 各位看了有沒有覺得舒服多了! 我是覺得還蠻舒服的啦!不過這個! 烹飪鍋可能要到時候把它放在外面! 不過我們暫時沒有放! 然後呢!我們這個後面老頭稍微加蓋了一下! 多了一個這個裝飾小屋! 裝飾小屋呢!我們可以學這個螢火蟲的燈柱了! 我們學一個好了啦!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可以幹嘛! 剛好可以拿來放在這個上面!是不是! 欸!有點高欸! 他這都不能放啊! 抓取螢火蟲! 放出螢火蟲! 欸!有了! 喔!還蠻美的欸!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放外面欸! 突然覺得不太適合放裡面! 算了!不管了! 好不好!那我們家稍微就變成這副德性啊! 應該是... 呃!不難看吧! 反正之後應該會越來越好啦! 各位不用擔心! 這只是稍微的一個改動! 不代表是永遠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那我們稍微就是... 蓋一些新的道具齁! 老頭呢!這個等級已經來到了這個36級左右! 然後覺得還蠻有趣的是... 能學到的東西變多而且很好玩! 像什麼彈簧鞋啊!魔鬼蛙十字弩啊! 我這個知道再說!我們幹嘛慢慢來!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看! 好!沒有辦法一次全部把它弄光光! 好!我們可以慢慢來!好不好! 像是這個!這個我今天就想做了! 建新巷的小屋!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蓋一個建新巷的小屋! 然後以及呢!就是之前前面幾集老頭! 有說過說!我們這個... 飾品工作台奇怪!為什麼! 這些東西都打不到嗎! 有觀眾留言跟我們講說! 喔!這個是要打等級比較高的生物! 才會有機會掉寶箱出來! 於是乎老頭打到了! 老頭打到了! 大耳兔的龍毛! 是不是! 莫名其妙噴給我! 然後他需要一點纖維! 我們纖維不夠我們等一下去拿! 我們來做一下! 呃...纖維! 呵呵!這邊有100個! 我們來做...做來帶在頭上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還打到烏龜的龜殼! 烏龜的龜殼的話可以拿來做盾! 呃...烏龜殼! 烏龜殼! 烏龜殼在這裡有沒有! 我們有兩個! 好!炭龜甲殼啦! 做一個炭龜甲殼! 我們順勢再來做一下我們的金屬盾牌好了! 然後今天老頭想要去地洞探險! 所以說我想要帶我們的磚頭! 喔! 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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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頭是男人的浪漫! 懂我意思吧! 好不好!我們做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都把它帶在身上好了! 欸! 我竟然還有...我還有學一個金屬探測器啊! 喔!在這裡! 哇!石鷹欸! 哇! 我們...石鷹我們找不到啊! 石鷹哪裡得啊! 我們必須要石鷹才可以做金屬探測器欸! 我今天本來是想要帶著磚頭跟這個探測器... 去冒險的! 欸!算了! 沒有就算了! 沒關係!我們有磚頭! 阿磚頭所需要的燃料呢! 是我們的... 煤礦! 應該是吧! 有! 哇!62%! 其實有點少! 那應該是可以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帶上這個兔兔! 這應該是skin! 這個兔耳朵應該是skin吧! 欸!為什麼不能帶? 你搞得真笑欸! 喔!可以了! 哈哈哈哈! 咳! 有點可愛啊! 有點可愛! 我能說什麼呢? So kawaii! 你是一個男人! 你居然帶這個東西! 不覺得有點莫名嗎? 算了! 既然都帶了!我能說什麼呢? 你就是個娘炮! 好!我把肉全部拿進來! 這些肉都燒完了! 我們現在肉非常多! 二、三個啊! 三角那個雷龍又在外面亂了! 就煩死了! 好吧! 那既然如此! 我們也就是沒辦法啦! 試試難預料嘛! 我們看一下我們烏龜盾! 欸!他可以遮住整張臉! 然後看到前面有敵人! 但是他可不可以拿長矛! 他不...欸! 他可以拿長矛嗎? 不行! 他不能拿長矛! 但是他可以這樣子! 哦! 哦! 哎唷! 這攻擊一樣!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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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喔! 欸!烏龜盾大概長這樣! 我看一下烏龜盾能力喔! 防禦22! 最高耐久240! 啊!這個勒! 十三! 欸!烏龜盾還比較強欸! 誒 說真的 烏龜盾還比較強 烏龜盾比較強啦 我覺得 好 我覺得先不要帶好 因為他會擋住我們的遊戲畫面 會感覺不是很好 好不好 來來來 我們現在去地洞 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挖掘器強不強 哎呦 感覺很屌欸 大家來玩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邊開始 唉呦 太大格了吧 一次四格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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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捏 1K 鑽頭是男人的浪漫 可是這樣如果有鑽到那個 這個 消耗好快喔 說真的 這個消耗真的很快 他這樣完全打亂了我的這個 他完全打亂我的這個陣型欸 就是 我的魚骨式挖礦法 完全打亂了 我的天啊 而且你滑水不能動 如果移動的話就亂挖一通了 我還以為他是一格一格的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開闢道路欸 我是個人比較認為啊 像這個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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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吧 我覺得這不適合 這個磚頭不適合 太久太久了 林北這樣比較快 而且好像給的還比較多 這個比較適合開通道路阿 好不好 我這樣講好不好 比較簡單明瞭 他這個 比較適合開闢道路 不適合拿來挖一些材質 但是這個過程 只是讓我們省去了這個 挖掘的時間 等到挖到像是硫磺阿 或者是更強大的一些金屬的時候 我們就要切換我們原本的鎬子去打 拿到的東西更多 效率也比較好 這樣說應該你們比較理解吧 然後我負重了 天阿 我忘記把我們的鐵塊那些放回去 算了 那我全部把它拆掉 我覺得是lag欸 好 我們直接把窩蓋上去 這個是面向哪裡的阿 我覺得面向我們這邊比較好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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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置燃料到底是要放什麼 茅草 對 那還可以幫我們產蛋 有沒有這邊想說放入材料 使產出開始生產肥料 我們這個茅草可以丟進去 然後生產它就慢慢產了 最多好像可以放兩隻的樣子 然後像這個嘟嘟鳥好像也是吧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不能放 它明明就講茅草 不能放 然後這個就能放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還是說這是吃果實 到現在這個我還是無解啊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蛋都沒有生出 它到底是 這傢伙到底是搞什麼 我也不是很了解 總而言之呢 這個時間到了就會生產大便 應該是不是它的大便 是直接變成一個肥料給你這樣子 就這麼的簡單 好不好 OK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抓我們的行為獸了 好不好 把我們的行為獸帶回家 我們現在三十幾了 我們現在三十幾了 也總該弄一個行為獸了吧 是吧 我不是會覺得行為獸的安嗎 行為獸 安 安 馬安 為什麼沒有行為獸的安 安 安 為什麼沒有行為獸的安 有 這裡 在哪裡 好 不是工作台那邊的 那我們這邊做 架殼 嘿 我們有 別擔心 做一做 新 好 該出發了 行為獸在這附近一定有的啦 各位不用擔心 絕對有 來吧 欸它的安咧 欸 啊這叫我的安去哪裡啦 難道說變成方塊安就會消失嗎 有這回事 沒有吧 算了 不管 我們這邊有 OK我們找到一隻行為獸了 就在我們家附近 果然 真的 該出的還是會出 來我們先稍微餵它一下 來看一下 它加多少 嗯 非常的難過 然後你看行為獸這個圖騰 完全不像它 你不覺得它好像有點像是 請人家外包出去的感覺嗎 哈哈哈哈 完全跟行為獸不像啊 你是外包的是不是 講清楚喔 你說你是不是外包啊 你要去哪裡啊 先說你要去哪裡啊 可以為了沒啊 怎麼那麼久啊 快點 好啦 我們終於啊 終於要把他抓上來了 我已經快要哭出來了 好我們又做了這個 哈哈哈哈 小坑洞 好讓他熱情你和我 我覺得下一次呢 我們這個雷龍差不多應該也是這個方式吧 不然的話要怎麼抓 雷龍欸 攻擊力多高啊 踢下去 踩一下幾百滴 當然是用大坑洞來抓啊 有沒有 喔耶入手了 先把他帶回家 我只是要一隻新尾獸 提摩有提摩的困難 好累啊 把他放出來一下 阿一放出來你就開始罷工了 這樣不太行喔 阿現在是怎麼進行 我是有說你可以罷工嗎 蛤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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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很怕我們揮到我們的雷龍大哥 所以說我們走遠一點 你看這個昆蟲 幹什麼東西 去了 可以點什麼啊 負重 其實應該不太需要點負重 喔有有有 他的右鍵變成開始在鑽泥土 阿這個歷史可不可以阿 阿他是沒體力的 欸 開墾道路專用的是不是 右鍵在滾的時候 他那個地上就爆掉了耶 好像沒有耶 好像只有右鍵有那個 有那個 開墾的傷害而已耶 體力那麼快就沒了 在玩什麼 欸 怎麼跟我方舟的新尾獸不一樣阿 咱們方舟的新尾獸 是左鍵在開墾的 你是右鍵在開墾 而且重點是一下就沒體力了 我敲 我好像灰到裡面的東西耶 隔山打牛喔 喔真的慘肥料了耶 化肥化肥 嗯 厲害 加油 再接再厲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阿 今天東西比較多 所以說可能會拍比較久一點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呢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訂閱 右下角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再見啦 掰掰